透过询问临从之前动向 乌铁飞把炸弹的安装地点 送交到厕所 也顺利在厕所内发现 并且排出几枚炸弹 然后他走到临从 下车的最后待在厕所 一进去 乌铁飞的目光 就盯上了上方的排气扇内 他个子很高 不用特意抬高脚 便能够到 拉开排气扇 里面突出的突点 验证了乌铁飞的预感 这就是最后一枚炸弹了 乌铁飞心里有一种不安 觉得对方不可能 用这么简单的方式 能拆除炸弹的 之前拆除过程很顺利 乌铁飞心里的不安 就越来越大 炸弹这个东西 我们只需小小的一枚 可是威力无比巨大的 如果拆除不了的话 这里的人可都是要死的 乌铁飞想起 过去几个月里 在每次爆炸现场 看到惨剧人寰的景象 什么也没有 除了破碎瓦砺 失去亲人的人 在残骸里无助的哭泣 他们有的 连亲人最后的衣容都看不到 因为炸弹炸过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遗体存在 全部是支离破碎的 今天 自己这里又要 重蹈那些覆辙吗 这一枚 为什么安装在排气扇口呢 空气的地方 难道是毒气吗 如果 这次犯人主要目的是 除了爆炸之外的这个话 后果 他要再一次看到 那种人间地狱的景象吗 咬着牙 乌铁飞 撸起袖子 这次 他必须试试看 乌铁飞主攻的方向 就是拆单 以前那些爆炸 他看不到炸弹 根本无法挽救 而这次既然看到了 那就说什么 就只好试试 它是警员 这是警员的义务 额头渗着汗 心里却充满勇气 乌铁飞拿起小刀 这枚炸弹非常奇怪 对外面的缠绕方式 和普通炸弹 没什么不同 可是 硬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 那些线上居然变了耗 这个与外面那些安装室 有着明显不同 让乌铁飞格外用心 为什么变耗呢 因为 这枚炸弹 是犯人重新捆绑过的 是陷阱吗 乌铁飞怀疑 敌人会用这种简单的缠绕法 方便处自己 拆除他们安装的炸弹 可是直觉和经验却告诉他 这些没有错误 事实上 进行到现在 拆了五分钟 那些线都要拆完 却还没出现爆炸这一点 已经验证了乌铁飞的直觉 敌人 在耍什么花样 还是单纯的以为警方不会出现呢 难题原来在后面 最后一步到的时候 乌铁飞呆住了 竟然有七根导线 和爆炸远相连 这些线里面 如果有防拉或者反拆导线 那么只要自己拉动 或剪断其中一根 都可能引起爆炸 这之后 直觉和运气 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只能硬着头闭上了 乌铁飞试着 拽出其中五根导线 手指颤抖灼热 确实干得出不了一滴汗 乌铁飞小心拽动 第五根导线 线头竟然自己掉了 乌铁飞立即察觉不对 最后一个 是不等它拽开 是绝不会炸开的 扔掉 哪怕它爆炸 只要现在扔掉 顶多会死自己一个人 乌铁飞迅速将炸弹 往窗户外面扔去 最后一根导线 被拉扯力量不离的时候 乌铁飞仿佛听到 一颗毒瘤 被拔出半的粘稠声响 咬着牙 它将手里毒瘤 用自己最大力气扔了出去 爆炸 在自己眼前三公尺处 炸开了 碎得玻璃砸它一脸 然而 却仿佛没听到什么事的 乌铁飞 听到外面的尖叫声 然后 是欢呼声 英雄 得救就好了 乌铁飞 接过旁边地的毛巾 正在擦脸 忽然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似的 乌铁飞的视线 就对上了 自己头顶的电灯 为什么 为什么眼皮跳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炸弹不是已经拆除了吗 等等 看着电灯外面 小小的一根电线头 乌铁飞 乌铁飞 忽然想起 自己刚才投射炸弹时 感到的藕断丝连的感觉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毒瘤拔出的声音 那是自己拉响死神闹钟的声响 看他做了什么 无铁飞当即大脑一片空白 他傻了 彻底的傻了 原来 刚才他曾做聪明 扔的炸弹 只是一个引子 学习的说 那根根本就是遥控器 他只是连环炸弹一部分 真正的炸弹 乃是布置在他身后 由他的引爆来爆破另外一枚炸弹 乌铁飞彻底害怕了 盯着脑定的灯 他大声喊着 电灯 这辆列车的电灯源控制在哪 旁人物资困扰 炸弹不是已经拆除了吗 眼前一片白 乌铁飞挣脱重任 费力的向内人说的 警员休息室直接赶过去 没错的 犯人很聪明 他的目的一开始就不是厕所 妈的 那些只是喜欢看爆炸的人的家伙是疯子 他们根本就是想经由电灯的线路和电反应 引起高连环的高阶爆炸 他妈的 可真是损啊 那些没有基因德的人 不得好死 可是眼下 即将不得好死的 却是自己以及整列火车上一无所知 自以为脱离险境的乘客 他们还以为自己是拯救他们的英雄 以为自己已经脱险 便开始欢呼雀跃准备下车 他们不知道 自己才是拉着整列火车走向死亡的柜子手 因为自己刚才一扯 再怎么炸弹也会开始计时了 吴铁飞黑着脸走到休息室门口 果然在尘土堆积的电源主闸铁箱后面 他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是炸弹 这个词 让吴铁飞的心狠狠地刺了一下 小心地查看那个可怕东西 吴铁飞越看脸越黑 设计平凡无奇 然而 这什么鬼东西 这东西内禅线 根本就是一个颜色呀 只让自己根本无法下手 那个混蛋究竟是怎么把它装上的 这种精密炸弹的安装要求非常严格 每根线的摆放顺序 稍微错了一点都是不行的 现在和电源总闸连上了 自己已经是不可能 对 还有那个安装图 心里忽然了燃起一线生机 吴铁飞迅速拿出那张安装图 可是 看到那张图 一瞬间 吴铁飞的心就凉了 一瞬间 他懂了郭小林最后那句话的含义 就算你有安装图 也没用 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拿着安装图的手 不停颤抖着 吴铁飞感到浑身血液 在迅速冷却 被打开的图纸上 只有斑驳的色点 仿佛在嘲笑他似的 那些猙獰的色点 仿佛越来越大 吴铁飞 咬了嘴唇 他看不懂啊 他完全看不懂 这些图上 到底什么意思 慌乱的视线 向炸弹看去 吴铁飞吃惊的发现 那些纠结的线路 竟然和这安装图上一样 几乎都是一个颜色 完全让人摸不着下手的痕迹 吴铁飞 靠在厕所墙壁上 仿佛失去了全部力气一般 高大的身体 缓缓地向下滑动着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这辆火车 所有的人 全部都完了 高铁飞 看了个炸弹 见见面无表情 外面的声音 对他来说 是一种干扰 于是 他重重关上门 然后 他躺在地上 他想起了 十七年前那一天 躺在铁轨上面的 自己的好友 阿星 你当时 为什么躺上去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搞不懂 你告诉我 你最后 看到了什么呢 是朝你轰鸣而来的火车吗 是铁轨边 坚韧不拔的野草吗 是 那人什么也没说 带着刚刚得到的 荣誉卧轨了 带着自己终生的遗憾 吴铁飞想起很多事情 想到阿星家里 一连三代被火车碾死的男人 到了阿星 正好第三代 和他爸爸爷爷不同 阿星是自己躺在那个 自愿被碾死的 阿星啊 你到底为什么那么做呢 吴铁飞就想起两人一起共事的日子 那段乡下警员的日子 充满两人共同抱负和理想 是自己最快乐的日子 两人不是要一起说好了 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从那个乡下走出去 称为文明祥尔的大警员吗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成绩 不过 我好歹要保护 这里人们的安全 好歹 不要像我阿爸那样 糊里糊涂的 就走在火车轮子下面 阿星的笑容仿佛还在眼前 可是 说的那种话的他 却自愿地走到火车铁轮之下 为什么 两个人最早做出事情的是他 可是他为什么放弃即将升职的工作 躺在冰冷的铁轨之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别人死前是怎么想的 吴铁飞死前想的 只是自己好友死前在想什么这个问题 对那些讲的故事不是编造的 而自己是精神精力的真实 那天晚上 阿星自杀了 被碾碎的身体流出的血液 和他尸体旁边的鲜花一样红 看得吴铁飞红了眼睛 阿星啊 到底为什么呢 吴铁飞笑着 笑出了眼泪 然后说出了可能是自己一言的话 小铁 你还这么毛躁啊 似曾相识的声音忽然从旁边飘了出来 吴铁飞挣扎着撑起上半身 然后看着从前方的一排座位下面 慢慢伸出一只手 然后是脚 一个人就那样慢慢晃晃悠悠的出现在他眼前 那人扔掉嘴里的袜子 将身上掉的包扔在一边站了起来 那个人不是人 吴铁飞知道 因为他知道眼前人已经死了 可是吴铁飞却异常的不害怕 那人蹲在炸弹之前 拿起自己被扔的安装图 看了起来 仿佛看懂了似的 那人开始手动拆弹 那些自己眼中都是一个颜色的线 在他手里有顺序的剪断 是一根接着一根 吴铁飞看着那人将炸弹拆除 轻轻放在自己身边 然后重新站起来 似乎准备离开 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 今天天亮晚一些 可是还是来了呀 太阳已经照了出来 第一缕阳光 射进有点昏暗的休息室 也照在那人脸上 黄润的光洒在脸上 让人看起来很是模糊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种安装图吧 好好过日子 你的路还长着 那人说了一句话便离开了 他并没开门 他的身子自动穿过门过去了 吴铁飞 装着地上安装图 是痛哭流涕 他叫出那人名字 就是阿行 那个被火车碾碎身体 没有尸体可埋 只好埋在自己心里 死了17年的 自己的好友的名字 夜里下雨 导致人们错觉 今天天亮得很晚 然而 在人们踏出火车时候 太阳已经完全露出头了 皆亲友的人们 受到自己所接之人 最乐烈的拥抱 人人都感到 重生的幸福和喜悦和美好 警官大人 那个故事 你有答案了吗 木子忽然笑了 偏过头来问他 啊 是的 我想 我明白了 拿着手中安装图 吴铁飞 干涩地笑了笑 多了时间思考 吴铁飞终于明白 自己为什么看不懂 那张安装图了 那根本就是正常人 看不懂的图 因为上面的图形 只有某种色盲患者 能看到 就好像那个林丛 就好像郭晓琳 就好像阿星 这还是郭晓琳在厕所门外 觉得自己行为怪异 时候提醒他 厕所门内有人的时候 门外所会变成红色 可是有一种人 很难分辨这颜色的区别 比如说是色盲 三代死在铁轨上 其实有缘故的 因为江家那些男人 都没有认清信号灯 那个时代信号灯 对比度还不明显 色盲患者是很容易弄混的 色盲这个病是遗传 在这个家族里长大的阿星 搞不好根本就没什么正常色感 没有人纠正他 那个年代乡下人 养护自己就难 哪有什么精力 去管教孩子什么的七彩世界呀 阿星是色盲 那天重伤的人 挣扎地告诉阿星 犯人是穿红衣服的人 阿星 看照自己的理解 去捉拿那个犯人 可是 他的色感是错误的 他认为犯人的那个人 其实是一个人质 他开枪射杀人质 放走真正的犯人 然后心急之下还引爆了 那辆装满易燃物的车 人质和那车一起 赶在火车到来之前 就炸成碎末 与此同时 当时那辆列车长 察觉前方有声音 探头查看 然后被车子的残骸打中头部 一名孕妇在惊吓中流产 阿星一开始不知道这些 他以为自己做了好事 按照证人说的 杀死杀人犯 虽然有些残忍 可是 是为大局着想啊 火车上死去那个两个人 纯属意外 同事们都这么说 距离给阿星发来调令 吴铁飞则送给阿星 一朵大红花 英雄的家长 其实 那是更糟以前 英雄的家长 那个贫禽年代最高荣誉 是阿星和吴铁飞小时候的梦想 所以阿星成为英雄那天 他将那种红段做的花 送给了最好的朋友 一切止于此 止于阿星看到那朵红花 这是大红花 这是红色的 这是红色吗 江行脑海中充满了混乱 自己长久以来 构筑的世界开始混乱 开始崩塌 他以为 以为的红色 原来不是红色 原来 他弄错了 自己本来就是错的 自己 是杀人犯 终于明白 自己是色盲的患者的阿星 不敢去自首 那时候 他还年轻 根本也算是个孩子 他不敢和任何人说 于是 阿星就躺在铁轨之上 我相信 我相信 你 我相信